记者王定传新北报道,新北的检署去年侦办复义达环保公司涉嫌烂倒有害事业废弃物案时, 曾生压进建叶景负责人,叶南委任的游兴律师在月卷时以手机翻拍生压书, 再透过黄姓中间人转传给与叶南同行的无姓友人, 还将笔录印出给叶南前妻等人,新北地院依泄密罪判游三个月徒刑, 缓刑三年,并支付公库十万元, 由南也是国内守卫律师因泄漏声押述内容遭到起诉,判刑的案例。 法官沈卓他是职业律师,明知侦查不公开原则, 竟将侦查秘密泄漏于他人,行为违反职业伦理, 更将使犯罪侦查困难,所生危害非清, 面积犯后终能坦诚犯行,尚有悔意, 急于谎刑,检方调查,复议达环保公司去年5月遭检方搜索后, 吴找游行律师帮负责人叶南辩护, 后来检调监听其他涉案人, 查出由于去年5月4日月卷后, 用手机翻拍检方声压理由及笔录内容给吴, 吴从中得知检方令查出立委许志杰的国会办公室陈庆前主任, 设以选民服务为由要劳动不知安属免除财罚, 因此又将资料转传给陈, 检方追查, 一日上午游至台北看守所绿建叶南, 又将印好的月卷壁录拿给叶的前夕与有人观看, 任由叶的前夕拿手机翻拍。 拜拜!